电动自行车价格相对便宜 入门又简单 有些民众会买来改装 让车子变得更方便 后座可能会希望说 可以就是加装 然后或是说电池 希望可以就是做更换 换好一点的 此外有些人还会将车外观 改装华丽提高马达转速 或者发生车祸后照逃 让警发难以追查 为杜绝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违法行为 立法院三读通过 修正道交条例部分条文 行政院宣布 11月1号开始 微型电动二轮车 也就是电动自行车 要审验合格挂牌上路 还要纳保 并要求14岁以上才能骑 时速最高不得超过25公里 超速最高罚3600元 改装最重可罚4500元 而且交通部也预告修订 相关安全审验管理办法 把时速等控制器 列为审验项目 要杜绝超速改装 要厂商配合会把我们改装 成为大概可以7到4公里 每小时这么快 本来没有挂牌情况下 如果有任何违规 因为在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 违规也不好去做管理 至于已经购买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 交通部表示 新法上路后两年以内 要检验挂牌 否则最高也可罚3600元 电动自行车不再无法可罚 不让电动自行车 改装乱象再出现 竞选操杂何孟哲采访报道 打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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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钓家 小时 打钓家 抹打钓家